乐歌说电影专注好电影 大家好,我是乐歌 孝夫感慨道 我们原先的生活太快了 是该放慢一点了 随后夫妻俩静坐于台前 长须一口气 阿弥陀堂坐落在一片绿意之间 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村落 阿弥陀堂就是存放村里去世之人排位的地方 这里的主人是梅奶奶 今年已经96岁了 探望完梅奶奶 夫妻俩回到了村子 他们收到了村民热烈的欢迎 原本孝夫是一个知名小说家 而妻子美智子则在东京最先进的医疗机构工作 夫妻俩这次回到家乡 村民们很是高兴 因为谷中村终于也有自己的专职一生了 欢迎会结束后 两人行走在乡间小路上 脚步声惊起一群乌鸦 呱呱的叫声突然响起 美智子的焦虑症再次发作 这也是他们离开东京 回到乡下的主要原因 他开始不停的喘息 校服蹲在一旁轻轻安慰 好在山间的空气舒缓新鲜 乡下的清风温软柔和 美智子很快就缓了过来 夕阳渐沉 温泉水滑洗凝汁 山色斑斓送进来 晚上睡觉前 美智子吃了一片安眠药 这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 不然就睡不着 躺下之后 他闻到了一股亲切的味道 校服说 是啊 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夜晚的春智 除了残残的流水 就只有静静的月光 清晨春智最先醒来 雾气阴晕 宛如仙境 校服做好了早餐 一杯牛奶下肚 屋外传来了阵阵鸟迷 每次只整个人都舒坦了 走过三间小道 路上的老人都向他问好 来到诊所 已经有人在等着就医 现在他奕然成了 整个村子的希望 另一边 校服来到了老师家 老师正在晒杯子 校服问 您一个人做这个 吃得消吗 老师说 假如明天地球就要毁灭了 只要还是好天气 就别忘了把被乳晒干 老师几年前 确诊为胃癌 但他却坚持不去医院 他笑着说 虽然我现在活着 多有不便 但等我死了 就可以随心所欲了 老师还把家里的书 都送给了学校 他希望 至少在死的时候 能落得个整齐干净 校服说起了一件往事 当年他初出茅庐 在小说界 展露头角 还获得了新人奖 老师提醒他 成名并不是什么好事 并不能使人高人一等 创造并不是为了他人的评价 或是自身的成功 稀里糊涂成为别人闲谈的花柄 应该是一件羞耻的事 可自从获奖以后 校服一直都是默默无闻 创作陷入了瓶颈 到了不惑之年 也没赚到什么大钱 这让他开始怀疑 自己的坚持是否有价值 老师说 自身是否有价值这个问题 就算到了我这个年龄 也没有得到答案 不过管他呢 这个问题根本就无需在意 总之走好自己选择的路 就没什么好后悔的 老师家里空荡荡的 似乎只有阳光 花瓶和字画 回到家后 校服收到了一份 村里的宣传报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他就接下了送报的工作 打开报纸 其中有一个栏目叫 阿弥陀堂的讯息 世人总说 不要被眼前的事物所迷惑 但从春天开始 我就忙着种植灌溉 茄子 扁豆 黄瓜 就这么一心专注着眼前的事 不知不觉 我就96岁了 说不上好 还是不好 和见多识广相比 这么短浅的活着 也免去了一些 无谓的烦恼 这也许就是 长寿的秘诀吧 吃完饭 每次去阿弥陀堂 帮美奶奶量了血压 回家时 夫妻俩走进了一片森林 阳光斑斑勃勃的落下 不知名的鸟儿唱着歌 这种感觉太美妙了 美只只抱着一棵大树 整个人都放松了 大口呼吸着 林中的芬芳 它像是获得了重生 随后 他们来到幼儿园 和孩子们玩游戏 就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黄昏时分 兴尽万归 乡间小路上 孩子们愉快地唱着童谣 在落日的余晖中结束了一天 看着孩子们消失在路的另一边 不知为什么 美只只早已泪流满面 此刻 晚云未收 夕阳见落 天边正谱写着一曲 金色的传说 第二天 小福的阿弥陀堂 见到了一个女孩 她浑身上下 都透着一种清新的美 如清风 似心血 可在三年前 女孩生了一场病 现在说不了话了 就是她把美奶奶的话 记录下来 写成了阿弥陀堂的讯息 女孩名叫小百合 她对小福小说家的身份 很是好奇 小福说 我写的都是虚构的故事 小说就是 把佛陀的话 转为世人可以理解的话 美奶奶笑着说 这么解释的话 我就明白了 活到这个岁数 悲伤的故事 听得够多了 我现在只想听快乐的故事 听了快乐的故事 心情也会快乐起来 说着说着 山里的云就已经散了 小福开始给村民送报 每到一户人家 他都会询问他们 在做什么 是否需要帮助 新一期阿弥陀堂的讯息里写着 田地里什么都有 茄子 黄瓜 番茄 南瓜 西瓜 想吃的东西都能吃个痛快 也许清淡的饮食 是长寿的因素 但我能活这么大年纪 大概是因为 我从来都没有钱 第二天 两人来到西边垂吊 水流湍急 垂吊不易 他们试了很久 终于钓到了一条小鱼 梅姿子激动的大叫 他很久都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来到村口 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围住了他们 并把采摘的野花送给了梅姿子 晚上 两人享受着一天的收获 围着小小的火炉 闻着烤鱼散发出的香味 两个人谦让着 都想把第一口香脆 留给对方 校夫吃了几口 递给梅姿子 他把剩下的鱼放在碗里 倒上清酒 做成了醉语 喝上一口清裂唇仙 梅姿子说 从现在起 我的爱好就是 西边垂吊 半晚酒余下肚 梅姿子当晚 酣睡如痴 牧村时节 梅姿子再次来为梅奶奶 检查身体 梅奶奶身体很好 尤其是睡眠 特别好 这儿梅姿子 很是羡慕 校夫问 梅奶奶有睡不着的时候吗 梅奶奶说 雨天的时候 大概是身子 没怎么运动 有时候就难以入睡 每当下雨的时候 她就会听着流水的声音 感觉自己也变成了水 就这么 一直想象着 流淌着 不知不觉 就睡着了 回去的路上 梅姿子突然想起来 从她钓到那条鱼的 那个晚上开始 她就再也没有 服用我安眠药 梅姿子抽到校夫耳边说 我很高兴来到了这个村子 晚上 每次都静静地 听着屋外的水流和蛙民 不有地感叹道 我好喜欢这样的感觉 就像睡在大山的摇篮里 进入梦乡 说着 她缓缓钻进了丈夫的被窝 因为焦虑症 停了很久的夫妻生活 也在回到村子后 慢慢恢复了 清晨 白云如盖 青山流翠 他们来到了老师家 校夫帮老师摸摸 老师认真的练的书法 完全不像病入膏肓的样子 墙上挂着一块匾额 上面写着 字字三绝 不给人添麻烦 常与人方便 并且不求回报 下字未至 暑气炎炎 他们静坐于榻榻米上 听着屋外的残名 良意见生 转眼到了渔兰盆节 夫妻俩上山基主 他们在墓碑前 染纸献花 虔诚起伏 晚上 墓地里亮起了点点烛火 梅姿子穿上和服 与校夫玩起了烟花 阿弥陀堂里 梅奶奶准备好了 节日祭拜的糕点 堂外 一群老奶奶念诵着 阿弥陀佛 他们拨动念诸 为诗者超度 为生者祈福 阿弥陀堂的讯息 如约而至 到了渔兰盆节 死去的人 回到阿弥陀堂 我用火光 为他们引路 与他们彻夜长谈 恍惚间 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是在这个世界 还是到了他们的世界 当我年轻的时候 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我一点也不害怕 如果就这么睡去 也是件很幸福的事 夫妻俩回到村子 已有半年 美智智在村里的 口碑很好 她会耐心听老人的唠叨 医术高超 态度亲切 这天 小百合来到诊所 她喉咙的肿瘤 可能已经转移了 在新一期阿弥陀堂的讯息里 美奶奶说 我小时候经常发烧 不能帮家里什么忙 我的家人 甚至村里的人 都觉得我活不长了 然而如今的我 已经被死神遗忘 活了这么长时间 正所谓事事难料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无法理解的事情 也越来越多 在这其中最搞不动的 就是我为何会如此长寿 虽然写的是美奶奶 但表达的却是小百合的担忧 美智子说 小百合得的是肿瘤 孝夫问 那不正好是你专攻的领域吗 在东京时 美智子称是肿瘤医学方面的 顶尖专家 可他现在有些犹豫 因为一想起在东京的经历 他心里就莫名其妙的发慌 这也是他焦虑症的根源 孝夫说 不管怎样 我都是你的后盾 在孝夫的鼓励下 美智子去到了正医院 孝夫走进小百合的病房 亲身说 这期阿弥陀堂的讯息 也很棒呢 我期待着下一期哦 接着他开始念 普希金的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 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 需要镇定 相信吧 快乐的日子 将会来临 念完后 他又鼓励道 你快点好起来 再去阿弥陀堂 听美奶奶说话 初步检查后 美智子和孝夫 就回到了村里 中秋之夜 阿弥陀堂前 墓屋佛堪 溪流田园 美奶奶对月成诗 惦记着小百合 山雾矮矮 田野寂寂 月色蒙蒙 如未亭亭 正医院里 美智子正在和 中春医生进行会议室 讨论结束后 中春问道 你为什么要在 古中春工作呢 美智子回到 虽然这在 中春先生眼里 是不思进取 不过我觉得 不思进取 也没什么不好的 我在东京的时候 既想成为别人眼里 完美的人 又想坚定的成为自己 这大概就是 不自量力吧 小百合的病情 开始恶化 肺部感染严重 美智子加入了抢救 一进手术室 他就找回了自己 病情很快 稳定下来 但那也只有 五成的把握 能不能挺过来 还要看小百合的 生存意志 抢救结束后 美智子和中春医生 聊起了天 我在东京的时候 见证了 三百次以上的死亡 最后一个人 被我下死亡通知的那天 我的孩子 也在我的腹中死去了 我感觉身体里的能量 全都被死亡吸干了 我只想着 与死亡有关的事 再也无法乐观的 面对明天 在茫茫人海里 周围的脚步声 仿佛是催命的骨点 我的头开始疼 感觉无法呼吸 我得了新病 我到古中春去 最初就是为了治疗这个病 中春问 完全看不出 您有什么病 您的精神很好啊 美智子说 问题就在于 心是否病了 有的人即使身患重病 由于心没有生病 也和没病一个样 我丈夫以前的老师 让我有了这样的想法 美智子问 中春先生 您怎么看待死亡 中春说 虽然人终将死亡 可是我还很年轻 美智子感慨到 俗话说 朝有红颜 吸白骨 我回到村之后 才深刻的体会到了 这句话 好好活在当下 才能更好地死去 朝阳出身 小百合的手术 很成功 美智子 欣慰地看着她 长嘘了一口气 回到村之后 校夫第一时间 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梅奶奶 夫妻俩漫步在 金黄与生绿 交织的田野间 白白毛 傧家 摇摇与阳光下 蜻蜻 顶碎 每天有 蜂蜜 小百合 恢复得很好 生病的 这段时间里 她反复听着 陆营机里 梅奶奶 说的话 感觉到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平静 秋义 越来越浓 已经浓透了 曼山的木叶 两人行走在山林间 感受万山红遍 成林惊染 他们一路走到了阿弥陀堂 和美奶奶一起烧落叶 腾起的烟尘迷住了眼 却挡不住他们的欢声和笑颜 晚上小百合的父亲 专程过来感谢美姿子 他说明年村里会专门建造一个 全新的诊所 村长委托他来询问美姿子 可不可以每天出诊 美姿子说 在我看来 逾其建造华丽的房子 不如听取村民的实际需求 这才是最重要的 客人走后 孝夫问 你要答应吗 美姿子微笑着点了点头 他已经克服了焦虑症 可以每天出诊了 不久之后 老师到了弥留之际 孝夫和美姿子赶了过去 老师对着妻子做了个手势 让他把门打开 此时 无外是充满生机的万物森林 老师就在这样的环境下 安然理事 深如下花之绚烂 史如秋叶之精美 一切都是那么的安静 就像那个一直都安安静静的花瓶 美姿子说 老师是用自己的意愿 停止了自己的呼吸 孝夫放走一只树叶小船 并感慨到 他静静的走了 只留下无尽的回忆 夕阳洒在河面上 泛起点点星光 老师去世以后 孝夫重新拿起了笔 他要写下在这个村子里的所见所感 将现实的沉重用心体悟 将这云云众生像 不加雕琢的融入小说之中 最重要的是形态 形态反映出一个人的灵魂 这是老师留给他最后的教诲 冬天来了 心血一如柳絮 纷纷扬扬 雪停之后 天地一片苍茫 小百合痊愈出院了 三人一起来到了阿弥陀堂 美奶奶正忙着做烟菜 见到小百合后 美奶奶激动得语无伦次 此刻青山白头 苍临茫茫 雪花又如鹅毛一般飘落 每次是从医院里走了出来 已经43岁的他怀孕了 夫妻俩携手走在白茫茫的天地间 仿佛走过了世纪 也仿佛走过了一生 又是一期阿弥陀堂的讯息 大雪掩盖了山和村子的界限 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 我们居住的世界 和祖先们所在的世界 也没有了边界 这就是冬天 春夏秋冬 村子和山之间的界限 慢慢的消失了 到了这个年纪 我更觉得 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 冰雪消融 渐聚成熙 出牙心路 鸟迷生生 又是一个春天 又是一个轮回 大家在阿弥陀堂前 拍照留念 梅奶奶的身体 还是那么的阴朗 仿佛不成衰老 阿弥陀堂的讯息 下一期会是什么呢 阿弥陀堂的讯息 是2002年上映的一部 治愈系电影 影片以两个忙碌的 中年夫妻为主线 讲述了他们离开 喧嚣的大城市 回到宁静的乡下 疗伤治愈的故事 经常会有粉丝给我留言说 成年人的压力太大了 甚至不知道自己那么拼 到底为了什么 可不是吗 时常要攀比 时常会焦虑 时常要去做他人 时常感受不到自己 时常患得患失 时常忙碌故意 而这一切的根源 到底是什么呢 有人说 这是我们的社会 正在高速发展 我们这几代人 就是这种发展之下的 牺牲品 这样的论点 对也不对 其实世界一直都会是 那个世界 无论它变 或者不变 但我们 却可以是 不懂了我们 那么 在生活的重压之下 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 在这部电影里 核心讲的 其实是放下 老师也好 孝夫夫妻俩也好 梅奶奶也好 他们都是因为 放下了一些东西 所以 人生才能变得 更加轻盈 老师放弃了 引以为傲的执念 孝夫夫妻俩 放弃了 大城市里的名利 而梅奶奶说 我能活这么大年纪 大概就是因为 我从来都没有钱 所以啊 有时候真正禁锢我们的 让我们无法开怀的 恰恰是我们 已经拥有的东西 可以说 我们几乎所有的痛苦 都圆域 我们总觉得自己 拥有的太少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记得关注 点赞 加评论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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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